第六波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不少高风险族群需要使用抗病毒药物 不过第一线医师反映 现在莫娜皮拉维出现了缺药的状况 虽然可以开立贝拉维 但是贝拉维使用的禁忌比较多 而且呢 疾管署在去年已经取消了医生开这个药的补助 很多诊所降低了开药医院 就怕会增加患者的重症风险 一大早病患一个 接着一个第六波新冠疫情延烧 除了一般用药针对上市65岁以上的重症高风险族群 往往还要开立抗病毒药物 但不少医生实在很头痛 因为莫娜皮拉维不好叫获 要开贝拉维又超花时间 肯定10分钟到15分钟 开着要非常非常小心 交互作用产生 要对抗血脂的药也会 那我们知道的话血脂高 几乎是国人的通病 在台北市发生了 因此因为开立贝拉维 因为药物作用 那产生一些副作用出来 那被病人告 所以很多的医师会有一点恐惧 基层医疗院所 有不少医师拿不到莫娜皮拉维 贝拉维禁忌多 医生开药前 要详查病人所有服用的药物 因为不能干心率不整 降血脂药一起吃 就连中药肠胃药也不行 边开药还要边跟病人再三叮咛确认 甚至要写小纸条提醒 不止拉长时间 加上卫服部去年取消开药补助 降低医生开药医院 除了洗衣不少人确诊后 也会选择看中医 但面对新冠病医株大洗牌 新冠一号还有扫麻 一些有失血 很多时候的病医株 也是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症状 但新冠一号的一个治疗 来讲话 其实还是符合这样子的一个症状 新冠疫情升温 中西医治疗法再受关注 缺药一届不想开 抗病毒药物问题浮现 就怕会增加患者重症风险 记者未挺余领域 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